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那么每个礼拜五台北股市盘检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 陈维泰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台北股市呢 昨天真的是叫做恐慌性卖出 但它会不会是 最后一波恐慌性卖出呢 那么台北股市呢 中英大跌了414点 收盘指数14825点 跌幅高达2.72% 成交金额是2592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更是大跌了6.58点 收盘指数是181.09点 跌幅高达3.51% 成交金额是670.54亿元 好 那么这个 魏泰 怎么来看台北股市 昨天这一个 当然昨天亚洲股市都是 大部分是跌的 除了入股之外都是跌的 不过台北股市的跌幅 其实是特别重的 就跟韩国 真的叫做难凶难地 这可能跟这个美国银行的 半导体的报告 其实是有关系的 可是这一波的下沙力道 到底要怎么看待 好的 风云早安 大家早安 刚刚我所提到说 昨天其实有点恐慌性的沙盘 其实我在盘中感受到 并不是散户朋友的恐慌性沙盘 而是投信法人的恐慌性沙盘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从前两天开始 我就发现到 第一个带头杀的 13675的德伟 德伟曾经呢 就是这个投信 他们非常爱的一档股票 因为它是属于二极体 相关的一个公司 那最高呢 投信的一个持股比重 来到20% 投信只有一档个股 超过15%就已经很多了 它甚至来到20% 所以一旦这个投信的一个 筹码松动了之后 当然就会发生这种 投信人采人的一个问题 哇 这个德伟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过 类似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它整个六月份 跌很重耶 就是最后这五天 尤其是对 最后这五天 对 那在最后这五天 为什么这么下跌 不是要做账了吗 怎么在昨天礼拜 6月30号 6月29 6月28日7 原来就是因为就是 连这种恐慌的气氛 都感受到这个投信的身上 因为这种跌法 有一点点是不计成本的 对 不计成本的 对 那像这样子的走势呢 我们叫做逆作账 什么叫逆作账 一般讲作账就往上拉股 拉抬这个股价 然后呢 让我们自己的一个绩效 能够领先超越 其他的一个同业 那逆作账就是 我把我手中的股票往下砍 因为我知道你也很多 别人也很多 那我只要我砍的 比你还要早 比你还要高 让价格掉下去 那你的绩效就会输我 这叫做逆作账 所以从礼拜一开始 就有发现到像德伟这样子的公司就开始出现 那么昨天更明显 昨天不仅德伟 包括像是汉磊 3707的汉磊 还5425的台办 在昨天都是属于投信 在OTC市场里面 卖超前三名的一个公司 而且都打到跌停 对 台办也跌停 汉磊也跌停 对 那领先 领先跌就是德伟 德伟是带头杀的 然后领想到包括像是台办 汉磊这些所谓的二 这个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或者是这个二级体相关的一个公司 甚至包括像蓬城 在昨天都是被拖累 那这是OTC的 集中市场有没有 有 集中市场呢 这个投信卖超低 第一名就是金像店 我想金像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2368的金像店 这个也是之前呢投信 在整个这个 PCB相关的个股里面 买的比较多的 但昨天也是投信卖超第一名 OK 所以可以感受到就是说 现在市场上面的气氛 并不是只有你跟我 就是一般投资朋友 在这边感受到有点点就是恐慌 就连投信都觉得 算了我不要做了 我把一些已经在高档的 现在有获利的 先做获利了结吧 就是在这个昨天我感受到 就是这恐慌气氛的内涵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所以看到在昨天 融资虽然是有减少 但是减少的幅度并没有很多 减少30亿 也不到40 50亿 对这跟我们在 我在下午的预期是差不多的 因为昨天的卖压 主要来自于投信法人 对 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 投信的筹码一旦松动 我们知道像刚刚德伟 他曾经一度投信的持股20% 他也不太可能在五天六天之内 全卖光 对他还会持续在卖 OK所以我觉得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或投资朋友 你手中的一个持股 是刚好投信先前的 一些重点持股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去做部分的解码 或者是做换股操作 好那可是如果说是昨天的投信的 逆结账行情的话 那可是就已经结束了啊 就就半年报结束了 你觉得投信在七月开始 还会还是会继续的把他们手上 他觉得持股过多 然后随时会产生踩踏效应的个股 全卖光吗 我认为还是会有 就是他投信的操作的习惯 就是我今天这场个股假设 他认为基本面已经出现改变 他就会去做一个调整 以德威来讲 本来呢大家的预期是 每个月营收会走高 现在公司表示 从每个月营收走高 变为每季走高 其实还是走高啊 这是什么意思 那有什么差别呢 本来六月份会比五月份高 但是七月份会比六月份高 可是现在是说 他说那第三季会比第二季好 但不代表八月会又比七月好 或者六月 他的意思是说 每个月可能会有波动 只是一季会比一季好 对对对 那从月月好变成季季好 就差很多了吗 这个对投信法来讲 他就是有差 就是代表他的一个成长的 那个动能可能有趋缓 OK 所以在又再加上 他们手中持股都满党的情况之下 一旦有风吹草动 就很容易发生 这个投信人采人的情况 OK 所以这样看起来 投信持股比例高的 到底要怎么去 或者是说 到底怎么去看待 投信的买卖超 因为事实上 昨天投信还是小幅买超 虽然他这样子 把自己的手中的 大量持股的部分 然后这样子的 有一点点不计价的杀出 但事实上他持股比例 还是他昨天还是小幅买超 在金额的部分 他可能会是小幅度的买超 没有错 但是我必须要 也回应刚刚凤馨讲的 除了刚刚 投信已经松动那些持股之外 还有一些就是 他投信还没有松动的 就是说他可能就撑到6月30号 那6月30号之后 他就不一定 他撑得可能很辛苦 所以像之前我们常常提到 像是美食 对不对 你说连昨天的药 都有点顶不住 那美食这种之前投信 一直在认养的股票 他会不会还是这么样的持强 然后呢维持在高档 这个是我会特别做留意的一个部分 对 好 所以今天开始就要必须 再重新观察投信的动作 你的意思是 对 因为我们在讲密作帐 就是在上个礼拜 那一种最后密结帐的这些部分 其实连碰都不能碰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条 把他的这个筹码全部卖光 可是其他的部分 就要看投信的 今天的重新布局 对 因为你看我在过去的三天到四天 这种一文利作帐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股价跌得真的很凶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 大概都躲不掉 或是太意外了 太意外 因为在过去的经济当中 其实投信在季底 百分之 应该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几率 都是在作帐 尤其是最后一个礼拜 对 只有在六月份的 可能第一个周 第二个周 他可能会去做点调整 把钱换回来的动作 可是很少看到 连在最后一季都出现这么 就是最后一个礼拜 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沙发 所以这个很多人小摸到 所以一定在 一定有很多人 在过去的这三四天里面 就是可能被伤到 那这种被伤到的这种筹码 可能他就算 短期上面会有反弹好了 他们可能也会采取 就是属于认赔杀出 或者停损卖出的一个动作 那这就是我刚刚说到 就是在前两天三天 面临到这种击杀的一些 投信存保冲动股的部分 要小心的原因 好 这个是投信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投资人来讲 其实现在看起来 那个地雷真的不晓得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爆出来 比如说外资还在卖不停 对不对 外资昨天继续卖超200多亿 整个上半年 他已经卖超将近一兆了耶 可是问题是他的持股比例 还是非常高啊 所以外资持股比例高的 是不是还是不能碰 因为现在看不到 外资的回补潮 而投信呢 这个任养的个股 现在看起来 他又随时有可能 自己先松动 比散户还松动 那散户融资比例高的 那更糟啊 因为随时有可能会有一个 这个融资追缴断头潮 那这三大领域都不能碰耶 对 外资投信 然后融资比例高的 应该不是说完全不能碰 就是要谨慎啊 不过从刚刚这个 奉行讲完之后 就发现 三大法里面 外资被点名了 投信被点名 就像自营商没有被点到 我跟各位报告 的确在最近 自营商是最活络的 可是我昨天看自营商啊 买超第一名 元大五十反一耶 他买反一那对我们来讲 就没有意义了啊 或者他买那个 大陆的护身三百 正二 那个也跟台股没有关系啊 好 我跟您报告一下 假设在台股有关系的话 昨天自营商买超第一名 是国泰金 买超第二名是台硕 买超第三名是鸿海 为什么要买这三名 您知道吗 我跟您报告一下 国泰金7月4号要除息 鸿海7月4号要除息 台硕7月5号要除息 南亚7月6号要除息 换句话说 大家回想一下 就是在前一个礼拜 就是6月27号 跟6月29号 一个是阳明除息 一个是长荣除息 对 现在很活跃的自营商 在做这种 所谓的一块打块的手法 我在除息的前三天 大量的买进 然后除息的当天 他一旦拉高 他就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他不会等到全部的填息 也许他填息3% 4%他就够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说最近其实三大法里面 我观察到的 就是自营商的操作 他最灵活 而且他是一块打块 那同一套之间 像我刚刚说的 下个礼拜的 一二三四的股票 他全部都在布局了 所以如果说在今天 真的还有像 因为美国股市的大跌 然后他的一个 这个股价又再往下跌的时候 我觉得站在这种 所谓自营商 一块打块的一个手法来看 这些这个股市很有可能 在下个礼拜 除息完 这往上做反弹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哇 所以自营商这个动作 做的是很短线 非常短线 他可能就是两三天 要立刻杀进 然后立刻杀出 这中间 而且赚的是很些微的差价而已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众议财富分析师 陈维泰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维泰我们刚刚其实提到说 三大法人 外资还在卖 投信现在也慌了手脚 他可能在最后追杀阶段 手上的高持股的个股 情势不对呢 他反而变成了不计价的卖出 对不对 那只剩下自营商 自营商最近的操作 他真的是在跟股市谈一夜起 是 自营商通常在操作的习惯上 他是三大法人里面 做的比较短的 那他就是前一天买 隔天就买 或者是前一天卖 隔天就买回来 做这种所谓的隔夜的操作 那为什么自营商可以做的这么短 跟归报告一下 就是因为自营商 他不用负担手续费 我们一般在做股市交易的时候 我们要负担手续费 要负担这个证交税 证交税是给国家的 那是没办法省的 但是手续费就是给券商的 那所以他自己就是券商 所以他跟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人的成本来相比较 他少很多 所以当我们在赚一毛两毛的时候 他们可能赚三毛四毛五毛 就可以了 而且资金上他们赚的是属于绝对报酬 但不是算这相对报酬 不像投信 我砍这个股票是为了要让别人受伤更重 他没有他就是要赚绝对的报酬 好 所以在今年特别特殊 就特别明显 因为每年的六月七月 基本上投信都是一块打块 他一套资金就要做好几档股票 去做这种 假如每一档股票 他都赚个三%四% 那他好几档股票做下来 那基本上他这个报酬率 就会大大大大大增加 OK 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说他们这种 一块打块的手法 他还是有风险 举例来讲 我刚刚算说像长龙跟阳明 对不对 像这次他们都有赚到钱 尤其是阳明 出席第一天涨平板 10%隔天再涨 那光是这一档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一方就赚翻了 对至少10% 多的话可以赚到15 6% 对 可是有失败的例子 就是371的这个日月光 日月光他在除息完的当天 没有开高 没有上去 直接就贴席 开低下去 一路贴席 对所以像这种就是 可能自营商他就是 他就是失算了 不过自营商他的原则 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 就是他今天就算赔钱了 他也是要砍掉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钱抽回来 做下一档 所以跟贵报告 这种所谓自营商 以快打快的手法 第一个他有成本优势 第二个就是他不是 他算胜率高 但是他不是每一档都会赚到钱 所以那这样子 我们一般人也很难 去学自营商的做法 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这个操作上的选股上 到底要怎么这样去调 像刚刚提到的国泰 台塑南亚红海 都是下个礼拜 要去做除息的一个公司 那通常呢 我们就以阳明来当例子好了 阳明之所以会这么成功 原因是第一个 就是他除息之前 他有面临到 气息卖压 就是在极短线上来讲 这个股价跌得很重 再加上他除完息之后 因为价差很大 所以他会出现这种 所谓比一般的付贷值过大 还要再更大的情况 那这种很多人就是想说 那我就气息了 我这个除息完再买回来 就是靠着这样子的 所谓的一个买盘 让他的股价就出现 这往上去做拉高的一个走势 所以第一点就是说 请各位朋友就是 要先去确认你找的标的 是不是之前有 就是修正过的 或者甚至有气息卖压的 所以呢 假设你 你真的非做股票不可 这是先假设 就是你完全没有耐心 说我空手也好 这样子 假设你非要做不可的话 那这种自营商的快跑政策 也可行 对不对 可是你必须要先找 前面先气息气得很严重的 个股 是 或者是他之前曾经有下跌过的 就是这个地方除完息下 会比较安全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最近的自营商对这档股票 尤其是越接近除夕日的时候 他的买超力道是更积极 我们可以看一下2882的国泰金 国泰金他昨天自营商单日 就买超了6600张 但是他这个礼拜三 只买936 礼拜二只买556张 再早一点只买1338张 换句话说 他为什么要在礼拜 昨天礼拜四大买 我个人认为推测 就是为了下个礼拜一 他要去做除息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太早买 他会有价格波动的风险 所以最保守的买法 就是买今天的收盘 那明天开盘 只要一开高他就赚钱 OK 那这就是赌说 美国股市会不会反弹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思维逻辑 这真是赌的 对就是赌 赌出 那资银商也不留恋就是砍掉 就是砍掉 那同样的道理像是 最近有发现到 刚刚还有提到 像2317的一个鸿海 鸿海也是在昨天呢 资银商也大买了2783张 但前一天呢 只买1096 再前年只买了537张 所以其实他是越接近 他的出席日 他就买的越多 像资董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就是 他的意图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对那甚至说包括像是1301的台塑 台塑其实昨天买的非常多 昨天买了3246张 可是在更早一天只买700多张 在更早一天买700多张 所以这都是 这都是资金商在接近 初期日买的更多的一种 一种现象 那这种股票就比较有机会 会发生类似像阳明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情况 但同时我必须要讲 像台塑 他现在的殖利率大概也是7%到8% 有这么高 OK 所以国泰也不差 大概也是5%左右 现在国家的地位禁止 所以我个人判断是 其实自营商在选定这些标的的时候 他是有想过的 殖利率也必须够高 对 他是有想过的 他那个除息下来的价差要够高 他其实拉台这个填息的机会 也比较高一点点 是 就是他可能也同时会比较容易受到市场上面的一个共识 那有市场共识的话 他在他拉高的时候呢 要出其实基本上也会比较好出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我观察到 就是在盘面上面 比较特殊的情况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 要你非做股票不可 然后呢 你手上根本不发忍受空手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有一个很短很短的一种操作策略 可以提供给大家 但是不建议每一个人都去做这样 没有错 因为他的 他真的第一风险很高 第二你在当天看盘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心脏要很大壳 我就跟我学生说 如果你是做波段的投资朋友 那现在因为说真的 刚刚刚关心提到很多 这个投信啊 可能吃过会松动 然后呢 外资呢 也随着这个美国股市波动 可能会有卖超的动作 所以其实现在波段操作者 这边进场 除非你可以忍受 一段时间的不涨 或者是下跌 否则其实我是觉得 波段的操作者 这边可以再等等 但是短线的操作者 我觉得现在就没办法跟那投信做了 就可能就是跟自行商 那就是比短线还要更短 那如果是你不是属于这种的投资朋友 我就介意你 你就看戏吧 你就看看自行商怎么玩 你觉得这个空投市场还早吗 我其实不会觉得还早 因为第一个从外面来看 融资都杀到现在了 然后连这个投信也开始杀了 这个其实就是 比较是属于下跌的 修正的一个末段 但是我没有办法预期说 他会修正到什么地方 但是以我个人来讲 我现在是不会去做 就是手中持股的胡乱的杀地 因为很有可能随时 可能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就会上涨 但是我觉得最快 最快应该就是财报空窗期的时候 也就是在6月10 7月10号以6月份公告完之后的 未来这一个月 又有很多的个股 因为他有财报的一个利多 空窗期的时间 他就会做反应 你说的是指半年报 第二季的财报 对对对 第二季财报就财报空窗期的时候 就会有个股 是8月中旬之前要公布 对对没错 这个就是在7月10号15号之后 大概就陆陆续续发生 所以我刚刚说了 如果您不是这个 喜欢几短件操作的话 那就是看 看看人家怎么玩 看看自营商怎么玩 然后在旁边这个拍手架好也不错 反正不用买票 好OK 这个呢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现在的情势 当然还有他很多的压力 我们要非常谢谢 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见 表演 周园 周园 周园